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和动作的攻击時阻击 。请开示范 先讲一下如何练习心理素质 作为心理素质 正常人见拳打过来的时候 第一反应是闪躲 然后 Nathan 害怕 我们如何练习 避免心理产生的障碍呢 在练习的工程当中 我们对手之间 用护肌的方式来练习 我们要去赢他的拳 Tony他攻击我的时候 我不需要去闪躲 我去赢肌 我使劲赢着他的攻击上 然后呢 我的心理素质慢慢的慢慢的就会提高 上 海拳 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我要锻炼我自己 不害怕他的攻击 不害怕对手的攻击 不要打成他打攻击 我去躲 我去害怕 我去闪躲 这样子闪躲 尤其是眼睛 避开他的 整个的身体 避开他的拳的时候 这是最危险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需要 他攻击 OK 我们挡他的攻击 挡他的拳 打过来也是 可以挡可以挡 打三拳 换 OK 再来 长时间的练习 你就会摆脱 所谓的心理压力 Thank you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如何躲闪 OK 摆拳 当Tony打我的时候 摆拳 摆拳来 拔我的时候 我来用 低 低蹲的时候 来躲闪 OK 开始 还有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要盯住他的出拳 长时间的练习 你会对出拳躲闪 很有反应 最后一个 我们要讲一下 组结 这个呢其实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首先我要做个示范 如果说对方要出拳打我 准备出拳打我 我会在他出拳之前打向他 OK 在他出拳之前打到他 OK 出拳打到他 就是让他有一个 完全在他攻击之前的一个动作 第二个我们讲一下脚 当他出脚准备抬脚的时候 准备抬脚 我直接把他踹出去 就是在他出动作之前 把他的动作给挡回去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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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接下来我讲一下躲闪攻击 如何练习 首先呢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首先我要反复的一个动作要反复练习 我们不可以一个动作 我们不可以一个动作 我可以一个动作 我可能练习一遍 OK了 这其实是不太不用的 要反复十遍二十遍地经常去练习才会转用 OK 我先讲第一个 左右躲闪 就是 左右躲闪 这个躲闪 回来 然后呢 然后呢 OK 这个躲闪 注意就是 始终要定住对方 怕 始终 我 定机 判断 好 第二个我讲一下 摆拳 攻击 多产加攻击 如果 我们用多拳来讲了 先使他的右肢拳 右勾拳 右摆拳 右摆拳 过来 挡 我们要挡住 OK 直接手过来攻击 来 走 啊 这只手 走 挡 挡 然后这只手直接勾拳 攻击 走 走 好 好 第三个呢 我要讲一下 我们 我们 如果说对方 冲直拳 打我的腹部的时候 一个 挡 的攻击的方式 啊 你 右直拳 攻击我的腹部 啊 我用我的 我用我的 走 挡开他的 挡开他 完了之后 啪 啪 直接打 走 挡 打出去 啊 这边挡 啊 来 这只手 啊 我们讲一下 如果在Tony 用脚来 用脚来攻击的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应该是 如何 我们之前讲了如何躲 如何来防守 啊 但是我们又讲了如何防守攻击 OK 啊 我们先讲一个 Honey用他的右脚来做一个正灯 如果他要做一个正灯 啊 你挂 啊 把 摆拳 看到 让他的重心 走 让他的重心 直接 嗯 闪过去 然后 用拳来攻击 如果他做 这只 这只脚了 正灯 啊 直接 打 打 攻击 这只手的 外挂 走 外挂 然后 打 打 攻击 啊 防守下攻击 还有如果 边腿 边腿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啊 边腿 看 当他踢我的时候 挡住 蹲出去 啊 完成 蹲 啊 啊 这种攻击 同样的方式 这边也是这样 啊 啊 防守加攻击 好 今天呢 我们讲了散打的心理素质的训练方法 躲闪 躲闪攻击 工作组结 希望大家呢 可以在家里慢慢练习 也翻 呃 非常高兴 邝尼来我的课程 thank you very much 邝尼 ok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 玩具 一天 转饭 很好 一天 一天 两天 一天 一天 一天